老师和校长们说 当时我们去参加领养会 都是两个车 一车拉学生 一车拉奖品 我觉得我们北大福中 从学习的这种氛围 风气 尤其是老师的这种水平 和对这种学生的 负责人的这种态度 实际上这些年 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北大福中在文学的时候 应该说是首当其中的一所学校 这个在北京在全国是出了名的 北大福中在文革时期的表现 几乎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调 我们的北大福中 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混乱之后 逐渐恢复平静 一批敬业的教师 在文化革命的恶劣环境中 坚持教书与人 在逆境中取得了教人的成绩 在1978年首次恢复高考后 出自北大福中的历届毕业生 在全中国很多省份 摘得高考状元的桂冠 国大福中的期间 到北大福中 我觉得还算是幸运的 应该说是 还是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种积累 北大福中在文革以后 是恢复的最快 最早的一个学校 北大福中就成为 北京市当时最入修的学校 副中给每一位中学生 最自由的发展空间 最齐备的教学设施 以及最新颖的教学方法 您还记得吗 那时的副中人 每一天都在为自己而战 创先人之未创 想前人之未想 我相信我的母校 在全中国是最优秀的学校之一 可能有常规教学 可能有竞赛 可能有课外辅导 等等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东西 应该说都在做着 各种各样的尝试 我们这个学校本身 给予我们的一种面对社会 面对未来的一种激情 一种创造的一种热情 积极地介入于社会的精神 对于什么是北大精神 福中应该是一个小北大 换句话说 他很多的做法 你应该说是 沿袭了北大的这样一种做法 在我们的采访中 一位前妹告诉我们 72年的绿营场上 曾用一批鲜活的身影奔跑着 用机敏的头脑和过人的材质 以身诠释着何为快乐数学 72年那种数学游戏 当时大家心气可高了 都想争批 我觉得挺有意思 来到头的鲜 鸡毛跑到厕房那边 然后赶紧把题做出来 然后在第二个那儿跑到这边 然后再做这边题 所以这个老师也是出了很多点子 激发大家这种兴趣和爱好 教师的责任不需要被语言所胜赞 被舆论所鲜扬 他是绝不擅自离手的客手 是足以容下所有学生的公司 曾经有这样一位老师 无言地描述了何为教师的责任 对我影响很大的 从我刚开始来开始 应该是刘建燕老师 然后是邓军老师 然后是翁立强老师 那么应该说呢 最近期的就是翁立强老师 他的孩子有多大 那么他的妻子就在床上生病多少年 而且病得非常重 重到了以至于他根本不能自离 那么作为翁立强老师呢 这边上上课 马上就要回去 去为自己的妻子翻身 然后为自己妻子做反算法 马上就回来 接着去做 那多少年如一日 那么应该说 非常的辛苦 但是从来没有说 因为这个 而是说我家里面有什么事情 那么学校的 尤其是学生的事情 孩子们的事情 他就要耽误 好像从来没有 我想呢 不管是那会儿还是现在吧 老师的这种 对他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种 喜好程度 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大树参天 鸟语花香 在这样的环境下 更多的是一种尊重 一种信任 这样才是真正的负重 您给我们讲一下 您对负重当时第一印象 进来的时候 那个树两边就阳树 然后觉得挺舒服 然后偶尔有点鸟叫 觉得很安静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我应该觉得呢 还是蛮惬意的 因为他是尊重人的 北大副中的教学组 在那时 在北京市是名声响亮的 源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配合 团结 应该说呢 通过张思明老师呢 就是咱们的副校长了 通过他们的努力 那么副中的数学组呢 说起来还是比较响亮 我不希望副中随过逐流 也不希望副中人呢 随过逐流 我是1983年 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北大副中来工作 我是94年初中入学 然后2000年高中毕业 我来的那几年啊 正好是副中变化了 就是赶上他一个变化期 北大副中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就是觉得这所中学 和别的中学很不一样 它似乎更有北京大学的那样的特色 灰黑色的大门 被大片金黄的麦地半遮住 成为无数孩子们 在银杏叶翻飞的季节里 最向往的地方 许多教学楼挨在一起 乍一看上去 总觉得像一位沧桑的学者 在张开双臂 欢迎深深学子的到来 我印象中最初的 副中的校园的建设方面呢 没有现在的建筑得这么现代化 有一些还相对简陋一点 比如说食堂 那会儿呢 食堂就是一层平房 相对比较拥挤 所以学生们都站着吃 99年来的时候 那是东楼刚开成 我的东楼第一批入住 在那一住就是几个六里 这里是一所校园 但又不仅仅是一所校园 这里的孩子们 除了拥有驰骋在学海中的体力 更具备着散发着个性光辉的特长 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她 可能就是绿营厂商的抽射入门的身影 教室里埋头学习的她 却可能就是那个站在舞台上 唱响绝美音符的明星 附中的学子 博览的远不止是圣贤术 曾经有人惊讶 附中的活动 都是由学生一手操办 这一事实 我想每一位学生 或多或少 都有过策划 或参与其中的经历 我们的责任感 在这些活动里生发 我们的思想 在日益走向成熟 所以我们总能在筹判活动的过程中 沐浴太多的感动 在这些和自己一样 日内的人群中 幸福地被快乐抓牢 令时代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咱们的同学特别好学 思想也非常活跃 他们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 当时的特点我觉得还是 还是延程了80年代 还是非常注重 对精神生活的那种追求 99年 当时高三雪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故事 思维思考的我过生了 写上了窗边热门 不热门 一进去的灯打黑一弹 他在黑板上划了一个 特别厚寒的单刀 然后写了一副队梁 装人放一只条 说祝你生日快乐 但是我没有钱 我划了一单刀 这比买的真的弄黑一单 还在划了 轻快地走过成长的坎坷之途 就是我对这感触比较深的 但是到这以后大多数老师 比较尊重学生 这倒是真的 我觉得更多的咱们应该追求的是 就是说是校园的那种气氛 不管是学术的也好 还是娱乐的也好 高考只是学习的目的之一 现在的附中不提倡应试教育 学生们能力绝不可能 仅限于一纸试题 许多能力出众的同学 代表学校参加了各种竞赛 所收获的硕果不胜美举 九十年代当时 附中可能获奖的当时非常多 就我入学那年九四年 可以说是咱们高考最顶峰的那一年 就是平时前十里面 咱们好像这个好像占了四个 然后那一年开始有一个叫雷达杯 天才少年的那么一个竞赛 咱们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名 田径队 当时在去市的比赛 也经常有成绩非常好 这个标枪 它的这个标枪项目已经称为了表演项目 它的标枪基本可以从这个操场一头扔到另一头 老师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